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尖州园挤起来或什么会痛的 那您上来 您这里痛多久了 有好长时间了 职业病 职业病 可见他好几年都一直用手 是吧 对 有时候天气变化他也痛 有时候天气变化还有就是心情不爽也痛 心情 对对对 然后就是比较劳累了也痛 有时候莫名其妙的隐隐约约约的也痛 那你痛好几年有没有怎么处理 就是我就是靠运动 喜欢就是户外运动啊 做一些服务车 然后就打扮过去了 有时候也不想他 他也就没事了 那现在还在痛吗 痛啊 现在还在痛 现在还不舒服 所以您也不找医生的 对 找医生就是您说的 他让他开点药 我也不爱吃那些西药片的 给他开了扔了 这个还蛮有个性的 那个手肘在这里对不对 这一点 这里也痛现在 现在还这里有扔了解很痛 哪一点你帮我看 他乱跑 他乱跑 我最喜欢乱跑的 因为乱跑的我就知道答案 如果不乱跑我还真不知道 我跟各位讲 如果他很明确指出来 说哪一点 那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那其实会让我们没有经验的人 处理造成困扰的 就是像他说的 好像在深层乱跑 正确位置也找不出来 我刚刚看他从这里开始找 有时候往下找 就在这周围这一段 对不对 就这一段找来找去一直找不到 那如果找不到 你们知道怎么找了 往上找 为什么要往上找 因为如果这一点以下的是找这里 这一点以上的是找这里 但是他问题现在找不到 那找不到就代表他是 远地人不是当地人 当地人知道当地地形 所以如果当地人就找当地的 那如果找不到的 都是远地来才会迷路 那迷路的远地来的就找远方的 所以这个一找不到的 你就不要想太多 就是这里 所以等一下这里处理完 他现在等于他有两个痛点 这里是管理这里 对不对 那但是这里又痛 要处理这里 但这里等于影子跟本尊重叠了 有没有 又可以处理 结果自己本身又痛 这样他可不可以处理 可以 也就是只要有本尊在的时候 影子会自动消失 影子跟本尊重叠的时候 就可以做 这样懂我意思 所以这一个变成也是要做的 那如果这一点看 因为他是管理这里嘛 要不要一起做给你们看 那我们先做这个 那肩周炎我说很多问题啦 他有时候举起来会痛 有些人往旁边会痛 有些人往后面会痛 我常常会问一些医师 有时候去医师公会有演讲 我说往上面会痛 挤起来会痛 跟往后会痛 治疗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说不一样的一定是不懂 那说 说一样的还要考 因为一样是什么一样 因为很多医师大部分答案都说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经验 那可见答不一样的医师 我就知道了 他一定做不出来 我就可以从这个考题就知道 那不一样表示他心 这样举起来他一定有治疗的方法 这样也有已经心中有治疗的方法 所以他才会知道不一样 如果说一样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一样在哪里 他的答案是一个开关吗 还是有分 那他是怎么分的 所以这个肩周炎就是 他说举起来会痛 你还要进一步问 这样没有答案 举起来你就假设 你这个哪个动作会痛 你这样往后会痛 那一般我们是这样 如果患者说往后会痛 我们就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往后的动作 我们故意就这样做 他痛就会出现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问他痛在哪里 你痛在哪里 还是这样 所以他往后伸展的时候 他这里会痛 那就可以知道他的部位所在 有些人往上会痛 那你就把手特别把他挤高 那问他痛在哪里 他就会告诉你是前面还是后面 这样懂我意思吗 你如果了解了 你才有答案 所以肩周炎目前只有这一套 分得最细而且最精致 我为了肩周炎从第二版改成第三版 以前的光盘 就是为了一个肩周炎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那没有分做不出来 你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医院 就是有一个医院的打扫工清洁工 他就是肩周炎 他痛的位置跟他一模一样 结果医师就往哪里揉呢 就往他的痛点一揉 一揉下去休息一个礼拜 请假一个礼拜 那最后遇到我 他知道我会 我从胸椎帮他揉 揉开立即改善 立即 所以这个有分 那一般外面肩周炎 你去问推拿绝对不可能分的 他不会分后面前面 你如果去看拔罐 那五花八门更有 因为我自己搞中医之道 也请过一些推拿师 他们常常如果肩周炎 就这里拔一罐 对不对 然后这里拔一罐 后面拔一罐 肩膀又拔一罐 然后后面再送一两罐 那这个有一点怎么样 乱枪打鸟 拔了好多罐 对的错的都一直混在一起 他没有杂乱无章的 所以肩周炎 去给国术馆一般都不会好 以我的经验 因为对也拔错也拔 有时候刚好拔对 又被这个解消了 因为又拔到痛点 影子越拔是越痛 所以这个肩周炎一直困扰 那针灸我觉得 他可以解决几步 但是针灸绝对不可能取代我们 为什么 我说针灸你想想看 他是一个小开关 怎么可能取代我们肩周炎两个大开关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开关跟这个开关都很大 你看光上胸椎这个可以管心脏 可以管背部 可以管脊椎 甚至管到小腿 它是立体型的 你想一想看穴位有没有一个可以管理这么大的区域 你不可能找到 那同样的这个肩部原始点 你有没有看他整个腋下 还有侧胸 还有整个管到这里 这个手是怎么样 立体的 如果以针灸学义来看 那个有手三阳手三阴都在里面 手三阴就在内侧 手三阳就在外侧 那这个他一个点 怎么可能这立体的全部管 所以我说原始点 所谓的原始点就是它属大开关 它是属于管理的趋势 立体的 所以它是一个点可以治多病 一个点可以 我记得哪一起有一个学员 好像医护人员 他就是说他很 就是这里也痛 侧胸也痛 那就去找他们医院的 好像妇产科 那他这里肩臂也痛 好像腋下也痛 那就去找什么复健科 他说医院好多医师 都被他考倒了 没有一个有效的 那结果揉一次 全部所有症状立即消失 所以我觉得医学 不是在谈理论 医学就是谈 他什么病 他怎么治疗 整个过程大家看 大家复制 这个就是医学 把规律找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你的 好 你哪一手在痛 好 那如果他这里痛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里划过来 那他就是在这一段 上胸椎就可以找得到 我们开始从这里找 这里疼吗 这里稍微痛 这里呢 这里也痛 这里呢 那所以你是从上面就开始痛了 这里就开始痛了 这里痛吗 这里呢 这里也痛 这里呢 这里就还好 痛点还满长的 从这里一路痛到这里 几乎他右侧比较长 好 那我们看左侧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 这里有一点点 没有像右边那么痛 这里呢 也一点点 没有像右边 这里呢 这里还好 所以 所以他左边只有这样 然后痛的程度很轻 右边比较长 从这里上面一路痛下 好 那我们开始来帮他做 左边稍微揉一下就可以 最主要我看还是在右边 是 好 还好 毼� 的是 要 试试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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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我这样揉完之后 它这个应该可以解开 但这里解开 它的右手 刚刚是这一手在痛是吗 还是这一边 这一边它刚好 刚刚说这里在痛对不对 那我这里揉开 这里会不会好 这里 你们想会不会好 我现在还没有揉到这里 你们为什么这么确定 它的开关是在这里啊 但是我没有揉啊 大开关在这里 对这里而言 这里是大开关 那这里呢 我只是揉这里啊 我没有揉这里 那这样它手臂会不会好 不会喔 我跟各位讲一定会 为什么 因为我揉这里的时候 它这里松了 它这里就会间接好 因为它这里松了 它这里就会好 但是我刚刚在讲 小开关大开关 就是要讲这里 就是当我揉这里的时候 对这里而言 它是大开关 这样懂了吧 但如果对这里而言 它就是小开关 也就是这里变成什么 舒服点 间接的开关 舒服点 那这个就对这里而言 才是大开关 才是治疗点 所以我为什么 一直把针灸的穴位 定位在什么 小开关 所以它可以平常小玩啊 也就是针灸 它也会有它的疗效 但直接刺激的 它达不到这么强烈 因为它很多都是间接来的 那这样效果就差很多 所以你们用这一套 你们用了以后会着迷 就不会想用针灸 我针灸本身也十几年 到最后就进气所学 也是这样来 好 你起来 我们先试验看看 看它是不是有那个感觉 哇 轻松啦 轻松啦 那你那个手这里 有没有感觉比较松 轻松 就很轻松的 就是那种 就好像是 要来拿十件东西啊 现在就 一件一件 哦 是哦 那这个就是间接的松 但如果我再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再把这里揉开 它这里会更松 所以这个就是小开关 但是一般一个病人 可能遇到两个医师吗 不可能 所以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高明 但这个只有这一套才能够看得出来 我在揉这里给大家看 它一定还有痛点 你趴着 这里痛吗 痛 所以我说这里还有痛点 所以我说这里还有痛点 对对对 那这里也很痛对不对 这这里也痛是吗 这里也痛是吗 所以如果我不處理這一點 它即使這裡鬆了 後面鬆 但是很快它這裡又會怎麼樣 慢慢又奔緊 有放射過來 我這裡就有放射下去了 我發現它還蠻敏感 所以根本不用到手肘 我用豆撞骨這樣輕輕按摩就可以了 好 這樣可以了 你再起來看看 看看那個手 這種感覺跟剛剛的輕鬆又有什麼不一樣 又不一樣 就是這邊很 往下可能就是揮手自如 不像以前好像有點變扭 而且按的時候這個地方還往下走 就這樣 有往下走的感覺 是 是 它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針灸跟原始點它的作用是 平常大家都好像感覺都一樣 不一樣的 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我自己針灸過 也一直在做實驗 所以才能夠做出這樣 所以我是找怎麼樣 我一開始一定是找很多開關 它不斷一直比較 最後篩選成一個 最重要就是精兵 所以這樣從患者身上講出來 你們就更能確信了 好 謝謝您 謝謝 謝謝 謝謝